豬肉價格繼續飆漲 這網友就說以後會不會連滷肉飯都吃不起呢 但是我們看到在雲林斗六 這燒肉業者反而逆向操作 這全豬套餐是大漲價 業者就推出了早鳥優惠 這套餐便宜兩百元 也說雖然成本增加 但更希望跟民眾共提時間 大片大片豬肉放上隔網燒烤 滋滋作響讓人食指大動 而萬物起漲 連豬肉價也飆漲 但雲林斗六卻有燒肉業者逆向操作 早鳥時段不漲價反倒降價促銷 這部分的話在早鳥的優惠 那我們提供全豬的套餐 那有一個優惠兩百塊的活動 對我們的成本是會提高 那也會增加我們的一些壓力 但是我覺得在這個大玩經年 大家還是要共提時間 還有碗中貼滿白飯 連上一大匙香噴噴煮肉 再配上肥嫩豬肉塊 讓人光看就口水直流 只是豬肉價含漲 也讓雲林虎尾滋滋肉飯業者直呼 快要撐不住 就怕平民美食乳肉飯價格不平民 影響客人上門意願 業者從去年起就自行吸收成本 儘量動長咬牙苦撐 但也不會也已經撐到極限 有開始漲價 雞腿開始漲價 雞蛋開始漲價 便當河也漲了 去年那些漲價後 我已經沒有漲價了 所以如果豬肉在漲價的話 等於是壓倒我最後一根稻草 市場買豬肉比較貴嘛 對啊 現在比較貴 所以我們現在都買其他比較貴 這漲價是可能比較吃素了 萬物起漲年代 對民眾來說 能多省一點都是小確幸 解放中誠 雲林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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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林報導